我們現在看香港甲組聯賽 由橙衣的大宗對白衣的藍華 藍華這場球只要贏球 就可以獲得冠軍 但是很不幸 大宗在上半場 臨完場之前 鄭景浩因為李志豪的漏頂 被一個半窩裡拉進來看這個球 這樣漏了 被鄭景浩在後面 一個半窩裡蓋上去 張春斐 押好伸手也救不到這球球 1比0,大宗暫時領先 然後張春斐大腳踢出球 現在是寶時階段了,上半場 線路 然後球彈下來 士高斯一個轉身 一射龍門撲倒 然後完全沒有人撿球 然後被威廉王子 李威廉門前撿雞 射個網頂球進入 1比1 看這個球 士高斯這個轉身很漂亮 然後按地坡過去 被龍門葛劍橋撲倒 沒有人搶球 然後李威廉撞射 1比1 好,上半場是1比1 下半場看得如何 藍花 扮殼 一交球過來 伸腳過來 球證是吹罰的 看看是甚麼事 突然球證說 大宗的30號盧家盧多口 兩黃一紅 被捉離場 下半場58分鐘 慘了,大宗 少打一個 藍花一定是施壓 這球球一吊過來 龍門接緊了 但是球證又吹 發生甚麼事 剛才好像士高斯 有些衝撞龍門 然後球證給了一張黃牌 士高斯 但是藍花的教練金判鑽很勞氣 在旁證旁邊不知道說甚麼 然後旁證就叫球證過來 球證聽完之後就馬上趕金判鑽出場 好了,繼續藍花的攻勢 但是 這場球最後是1比1 打勝平手 由於大宗出了六名外援 所以被捉總質疑 等待捉總判決